如果說整個故事,港股能夠在9月轉10月暴升 就絕對與共產黨慶祝75週年 其實整個市場是部署了很久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港股曾經在5月上試過一次升幅 但當時升到18,500 然後再升到19,700 然後又散貨散下來 你再說一次數字,因為講得太快 18,700 然後5月1日,又是黃金周 然後就橫盤,橫盤了5天 然後阿爺再夾一次19,700之後 然後就把市場扔下來 當時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實際上 聯儲局準備減息,但結果都沒有減 這個全部是中美鬥爭和俄互戰爭的影響 美國是想養著強美猿 然後再對付中國 因為實際上中國的通訴很嚴重 樓市救不回 而且實際上沒有辦法,一定要減息然後再做 但如果再減息,人民幣就會再跌 那美國就當然不讓人民再跌 因為實際上,你中國是一個出超國家 他不想你再跌 因為你透過匯率低,來不斷用便宜貨 用便宜貨來影響到貿易收益 而且你越來越跌 我美金再升,我沒有好處 因為出不了口 但美國側面只是容忍日本貶值 因為容忍安本經濟,繼續走下去 其實安本經濟是想改很久的了 但改不了,就算換了財商,直電和南 都改不了 我首先要解釋一下 美國在過去四五年,拜登政府上了一場之後做什麼呢 一直都保持著買自己的蠔永七交龍的股份 即是說,這堆蠔永七交龍的股份是什麼呢 NVIDIA,蘋果,微軟,Facebook,亞馬遜,這堆股份 其實它對沖什麼呢 就是沽中資股 教育一樣是這麼厲害 永遠都是沽中資股買著蠔永七交龍 跟你現在這個圖一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圖一就是說 買科技股的錢就佔了四成六 買中資股的19%是其沽空來的 嗯,short他的 怎樣可以不停地做沽空呢 就是在美國的市場,不停地用股票期權 就是壓住中資股 壓住他的股票,那沽是要贏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它真是在中國沽你的市場 為什麼呢 因為原起2015年,也是大時代 習近平當政的時候,突然將股市暴炒五成 我記得當時,是股海雲圖都沒有做過一年 跟客戶一起做節目,就很開心 中國股市大時代,為什麼可以全部夾上去 但是習近平當時,是用一個意願的情況 夾市上去,然後做什麼呢 使得MSI指數讓它進入成份股 但是當時,MSI指數一年一年一年增加一隻股票 現在呢,因為要沽空中國 所以MSI指數,每一個季度都減60值股票 等於沙路尾腸,不停沽你 中國在股票市場不停沽壓的情況下 結果如何呢 結果最終就是,一直都是越跌越低 全部反彈 喂,你剛才拿到一個這樣的比喻 或者比較 就是關於日本的日圓 以及中國的人民幣 就是因為地緣政治的因素 它讓你繼續日圓貶值 那就是說你可以透過出口 來賺外匯 即使我有貿易易差也好 我都容忍你日本人這樣做 因為我想你繼續保持住 你的經濟是好的嘛 因為你是我的朋友 好了,相對來說 人民幣 不准你貶值 不准你貶值 因為為什麼呢 你是會出超 沒錯 是不是 就是你傾卸貨品在我那裡 因為是透過你的價格降低 沒錯 所以令到我這個大量的貿易赤字 它可以容忍給對日本的貿易赤字 但是不能夠容忍給中國貿易赤字 OK 其實很簡單 因為為什麼日本 其實大家都知道是財閥政治來的 鐵風、鐵汽車那些 其實是開著自民黨的嘛 所以其實問題就是 日本人但是在長期的日圓貶值底下 的收入聲通常很厲害 結果日本呢 經過安倍三次戰之後 現在的通常 輸入性通常很嚴重 當全世界人都覺得去日本 我吃的餐很便宜 實際上輸入性通常對日本人來說 是很痛苦的 特別是日本大米 日本是輸入大米的 而當印度限制大米價格供應很貴的時候 印度協收大米價格供應很貴的時候 日本人吃米給買燃油 全部都給很大的負擔 日本人是覺得很不開心 所以自民黨才會知道的 為何每一個政府的民望 無關岸田四爺 無關石破貿事 為何每個民望這麼低 其實就是日圓不停貶值 我們去玩就開心 但實際上當地的人 因為貨幣貶值而令到他們的生活壓力很大 因為買輸入性的東西全部都貴 所以你再引證另一個觀點 就是除了日本人 已經受不了了 你透過日圓貶值之後 美國佬都要放你一馬 再加上剛才你的圖表一 就說是short那些中資股的 所以中資股其實 美國是在金融財技上高 是比日本又好 所以你看到就是壓中國 日本股市不停升 但是日本股市對日本人是沒有幫助的 為什麼日本人根本本不懂得炒日本股市 到三萬年就沽空 而在他們全民去做沽空 買一些對沖的沽空股票的時候 接著巴菲特去買日本的股票 在日本發債 然後將日本股市為何夾到四萬二 但是夾到四萬二 美國發覺日本股市場是操作不了的 因為沒有散戶 這是另類的說法 現在集中精神 再說回這次為什麼會升 以及之前的蛛絲馬跡 蛛絲馬跡到六月底 人民幣跌得很低 我沒有帶個圖來 但如果再看就知道人民幣跌得很低 當時人民幣跌得很低的時候 我看到原來人民幣跌低人民幣六月的倉 全部拿了九月的好倉 拿了九月好倉 拿了九月好倉之後 中國其實是想改變國策的 習近平想過沒有辦法改變 改變了 改變的國策就把股票叫做吳青上台 先把所有人拆除炒股票的人 又禁止一些股票 直接不讓他們做 中國之前炒股票怎麼做呢 就把股票上市 抬高價格 然後炒高它 然後科技股 就跟美國一樣 就像立資打資料一樣炒泡門 但是法國民覺得你炒泡門不行 還是你沽我就是沽霸我 所以又限制騰訊遊戲機上架 又不准你打遊戲機 然後又限制螞蟻上市 一直限制外資對這些限制 就覺得很不開心 因為你不讓我炒 我怎麼賺到錢 所以大家南非大股東又要沽 然後宣正義 沽了阿里巴巴的股份 本來大家是圍著一起玩 而在中國發展科技產業 結果大家就仇恨 那港股就更加了 以前習近平認為 你外資在我香港賺很多錢 我想拿回定價團 你給我那些中資公司賺 可以嗎 讓我那些中資公司可以做上市包銷 就不用讓你全部人賺錢 這個其實習近平不明白 還有一個小器 結果中國 中美在駁譯上高 就是因為香港金融市場的話語權上高 就駁譯到 美國就一定要在香港的立法會 一定要有代議士在那裡 如果不是就說 我就不擺錢和你中國賺 香港股市玩 當時的概念就是這樣 所以你指出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 中國在習近平當權之後 加強了國內的限制 包括對螞蟻 包括對騰訊 那些限制 的情況之下 就讓那些鬼佬沒有錢好賺 第二 就是加強控制在香港 那樣東西 其實他想在香港賺錢 在香港吸水 但是他又妒忌別人鬼佬 鬼佬 說了事情 你要他們拿裝 他們很激氣 但是實際上 現在過了這五年之後 他當外資全部走到香港 他連年都拿錢 離開香港 連年拿錢頂港股 今年就是中國互聯互通 十周年 那德雅爺就拿了3.4萬億的錢 下來香港買股票 就是頂著港股 但是香港頂著港股 都四十多萬億市值 但是問題就是頂著港股 去年因為外資繼續 在香港不停走 A股走 港股都是走的 那時候 其實今年在九月 就已經是拿錢 是拿多過去年 全年的錢 運來香港 但是香港股市 仍然死到成交很低 其實 到現在 其實 中國政府應該明白 香港的股票市場的功能化是什麼 人家外資雖然 你可能說 大摩高盛一年都在香港賺了 把美元拿回去交稅 好正 但是實際上大家要想一下 當你供這幾天的股市成監 幾千億的運作 你每天收到幾十億的稅 股票印花稅 所以很多人就說 香港是教法治 經濟自由低稅率 所以香港升任成功 反過來說 香港是因為跟著美國的股票市場 很相關性很聯合 和我們有美元和美國對沖 不需要好像 就算美國想利用日本 做亞太市場的金融對沖基地 都做不到 因為實際上 日本和美元有一個利率的差 港股就怎樣了 因為港股實際上 港股每天的期指成交額 都有十幾二十萬張 如果美國突然出現一個 一個不好的形態 不好的經濟消息 當美股收蝕之後 要繼續跌 的時候 在香港對 沖香港的期指 來對沖美國的事 即是他打個黑痴 簡單來說 你便病了 但其實香港的經濟是沒有事的 只不過是跟著美國 因為我們是跟他美金掛勾 沒錯 我們的利息基本上是跟他看齊 方便對沖 以及 以前港股和美國的波幅率 是有5.7%相近的 現在美國說 你香港的政治環境 我不信你了 我不來跟你解僱 我直接搬些錢走 我對沖基金又走 我所有傳統基金 教育基金 那些退休基金 我全部拿了錢走 我不跟你玩香港 那這個是結果還是原因 是地緣政治的結果還是原因 這個是中美鬥爭 加上香港抹了臉 的原因 結果 財經這個 剛才你描述的拆切 就是因為我不妥理 地緣政治 我不妥理中國 所以你在香港以前 我可以支持你一國兩制 包括你那個股市 現在我都懶得理你 齊齊賺錢 以前大家齊齊賺 現在不跟你賺 但是齊齊賺錢的定義 可能中央那邊 就是看到外資賺了我多少錢 所以你要聽我說 但是實際上 反過來應該是這樣說 因為香港有股票市場 跟美國的相關性那麼高 而大家的炒法 類似有5.7%相同 所以美股升我們升 美股跌就我們跌 這樣的時候 產的效果是什麼呢 當如果美股是無厘頭的跌的時候 香港人都很喜歡把錢放在那裡 立即衝進市場 譬如立即睡醒覺 一千點 香港本身的經濟是沒有問題的 那就立即 這麼低級立 很多人願意放些錢在香港 或者放些資產在香港 買些房子 然後跟銀行拿些LINE 當港股出現問題的時候 就立即涉序買貨 所以港股的過去 由80年代到2018年 都差不多 都還是這樣的心態 但是每個人都 不管你是加拿大人 好 英國人好 好 馬來西亞人好 好 新加坡人好 我都喜歡在香港賣一層樓 做資產來做 但是在這個過程交易裡面 最大得益的是香港政府 因為根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躺在那裡就收股票印花稅 都一大堆了 現在的問題就是 香港政府是沒有了這個股票印花稅 因為外資跟你說一句 我不跟你玩 但是外資其實有做事 每一季都問香港 你什麼時候放人 我給你那個最惠國待遇 我切了它就沒有了 然後再問你 我的商務辦事處 我就不讓你切在美國 每一季都給你壓力 中國 其實外資 為什麼要給你壓力 香港政府 問你香港政府 甚至出一些文章出來 拜託你的新聞自由 拜託你的法庭的任務 要好些 為什麼領事會去看呢 其實就經常想跟你說 拜託你收證之後 我把錢放回香港 因為其實對美國都有利 因為實際上 過了這幾年之後 他發覺去新加坡不行 新加坡直接派富國明興過去 跟新加坡 黃文財 新加坡總理現在是誰 黃文財 黃什麼財 總之 跟新加坡總理談 新加坡不肯 我不願意做你美國對中基地 去日本炒 法國炒到四萬二之後 升不到上去 因為沒有省會佔 就是說整個過程裡面 其實美國人不妥理 大家互相鬥氣 本來大家雙贏 現在就是雙輸 他曾經在過程裡面 找過替代品 包括新加坡 包括日本的股市 可不可以用來做對沖 當你美國跌 剛才你的說法就是 跟跌 我就過來買你去香港 繼續沽 幫你沽深它 然後在佔了 你如果在亞洲時段 你沽我 沽亞洲時段的美國S&P 你心度不夠 我沽回你當地股票 那心度一定夠 我反而沽了你之後 到你美國市一發 一沒有市一收復的時候 我夜期就買回上去 OK 可以做對沖 其實很棒 其實這樣做真的很方便 所有大行都很容易做對沖 甚至乎平美股出倉的時候 壓低你來買港幣 拿倉拿上去 美國就等於在環球金融體系上 都可以找到一個適合的地方 對沖 又沒有外匯風險 OK 其實很想在香港再做回 但是問題一直問你 你都不肯制 現在好像似乎 國內覺醒到了 香港的稅務問題 和香港的財政收入 發覺為什麼會這麼差 自己抬極錢來香港 都靠不回股市 也不能夠增加成交率 甚至乎放棄A股不買 都買你港股 但是都搞不定 其實他始終是想想辦法和美國講和 其實就是想這樣 所以大家如果留心這一段時間 前兩天講張秉萊 今天大家有沒有問葉劉淑儀 葉劉淑儀上說 拜託以色列人搬去中國住 不要再打 等下我再解釋這個原因 在不同的節裏 我都可以解釋所有原因 我解釋給大家 是全部有心意的 那個故事 其實講到這裏 香港基本上 在6月的股市就要上升 遲大升不到 因為美國就說 你不改變態度 習近平 我就繼續壓抑你 我不減息 我特地美國不減息 我美國越不減息 美國股市會越炒多 轉上去升 為什麼呢 除了Nmedia好之外 實際上美國 因為你越不減息 你會胡諾巴在前面 當公司知道未來會減息 資金成本會下降 我第一 就準備回頭 第二 我就可能會 投入多些生產財 去支持公司發展 因為我將來有便宜 所以 美國股市就越炒越高 波浪就越炒上去越高 但問題接下來 當印度股市 MSIC要炒到25% 當日本股市炒到4.2% 又跌下來 當日本試過一轉 套利靠現在拆創 拆少許而已 拆了不知 只是美國和日本 拆了不夠多少 整個日本股市都倒閉了 他根本就發覺是不行的 其實 中國就知道了 所以中國就計劃好了 在9月就夾過市 所以每次都問你 拜託你們美國減息 所以這次美國減0.2%和0.5%的意義 是很大的 因為如果美國減0.25% 中國是不敢出來做現在這一招 現在減0.5%的話 他就放心 他就出來做這一招 而大家也要 什麼招 這招就是 入北水 不是 簡直是 叫外資來 Come on 你的外國對沖基金 現在來香港炒的對沖基金 進入股票的 不是普通人來的 是黑石基金 我相信 大馬石 黑石基金 和納威主源基金 全部都有來買港股 如果不是 不可能 一天的成交量 是做到五千億的 不是啊 之前有人說法 因為聯儲局減息 所以北水不斷湧 不是北水自己買的 不是北水自己買的 不是北水自己買 北水今天又買 但是 最初來香港買的不是買 因為德水 對沖基金在香港的持貨量 只有7% 是很低的持貨量 支持 是在9月之前 OK 那麼低的持貨量 其實是控制不了香港股市的 沒有辦法 沒有高低的 為何要來買香港港股股票呢 其實就源於 今9月初 大家記得沙利文 是中國訪問 本來叫布林肯去,布林肯說我談不行,我不做 但布林肯說,我以色列又要你,我以色列又要你 布林肯說明,做完這屆我不做,換總統我就不做 耶倫不做,布林肯不做,鮑威爾都不做 其實美國本身來說,在經濟和中國,是有傾斜 所以有人跟你說一句,你們完全聽不明白那句 沙尼文去訪問中國,是等於基辛教訪問中國 那麼嚴重,沒有人去拆解這件事 其實,我和你解釋,習近平和你講,我各拆改 改甚麼呢,最少告訴你,股票全部跟著不同的炒法 以及最少,就是住房不炒,是住房可炒 兼將住房變成資產 以及我打算無限量支持,把資產放回 那如果用你剛才一路的描述,分析 或者是對那個形勢的判斷 那似乎未來的環境是會有轉變的 是 因為第一,阿爺都知道自己,自己北水頂不到 第二,他都明白,美國人不支持你場 大家無得雙贏的時候,最後雙輸 他是沒有信任 所以現在是否應該扭轉回我們的分析 就是,喂,我一路的說法 就是這一浪,可能是小陽春來的 可能是回光反照的 不是一個結構性的改變來的 似乎你的說法就是,只要中國 在香港的政治問題上肯讓步 大家都回去,不要為了鬥 是有機會呢 因為其他的地方,其他的金融市場 是不能夠代替香港的時候 那大家唯有就是,死死地氣 喊一交五年 都要握手言和 所以其實問題是 中美現在還沒有跟你說握手言 今早最新的消息就是 習近平會跟拜登談電話 而接下來也倒過來說 政治上的,在11月 無論在亞太金合組織會議 在秘魯和巴西都有兩個會議 一個G20高峰會議 一個在秘魯開,一個在巴西開 兩次習近平和拜登都會去的 其實兩個都會見面 現在的問題是 大家準備在這幾天就談電話 其實整件事 拜登和習近平應該談好了一些事情 不是我知道 是黑石基金告訴我 為何突然湧過來香港 是買回股票 由17000買到20,000 17000買到20,000 是對中基金補倉 或者平了淡倉 到21000樓上 特別是今個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十月二日 一開波香港 第一天就升13000 第二陣就是通知 互惠基金 即傳統基金買貨 傳統基金回來買了第一天 第二天 對沖基金禁了貨給他們買 港股下跌了幾百點 今天就再買 而今天再買的原因 因為港股是T加2交售 今天買貨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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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服市 中國服市一定會升到爆標 為何中國股市會升到爆標 其實我就差點再講 但現在第一節完了嗎 完 休息一會 第二節再講 第一節 第一節 因為你用了很多專業的名詞 或者跳得都 因為你說得很快 是啊 我講慢一點 OK 因為你用了很多專業的名詞 也是節奏比較快 又講數字 又講什麼MSN 之類的東西 其實簡單來說 你的總結就是 因為現在的市 只是一個中美關係的轉捏點 有機會是 如果 我上個星期五 我自己都沒看到 香港股市以為是北水 因為減息 然後泵略來買 這個都是普遍人的觀點 這是一般人的智慧 普遍人的觀點 因為外資不會買港股 但是我後來發現不是 是直接是黑石基金 加上淡馬石 加上納威主權基金 是有一幫手掃貨 而那些人是無步不落的 他不會沒有政治消息的時候 突然走來買 你們經常講什麼共濟會 講什麼 一個黑石基金 一個黑石基金 究竟是猶太人的錢 什麼人的錢 一個黑石基金的錢 是等於十萬億美金 所以數港股 對港幣的五千億來講 總之是打癡 不是開玩笑的 等於美國股市 只要對沖了VRX之後 要美國今晚升就是升 其實你們覺得很奇怪 不是說得很奇怪 所以股市是莊加制的 你說會不會對問題 人們參與你 其實就是說 肯不肯跟你玩 好了 就算說 美國和中國沒有關係 沒有改善 你不要在吹水 你亂說運動 這是我推測的 究竟習近平和拜登會不會打電話 談電話 我們遲點就知道 究竟他倆談電話 會不會關俄烏戰爭的事 大家就拭目以待 但是問題就是 最少一件事 以前中國股市很有趣 中國股市為什麼呢 中國股市以前 外資去做的時候 大家會記得 中國是一個代理人 劉鶴 所有美國的大媽撒 都是找劉鶴的 但是後來發覺 劉鶴說的東西是不算數的 美國大媽撒最介意的是什麼 美國其實在大陸賺很多錢 你們發展地產 你們5%的GDP增長 8%的GDP增長 你們發展地產業 我買你的公司內房債 美元計的 我收你百里九利息 這個百里九利息 對美國債券市場很重要 因為它這些高息債 你中國政府等於擔保了 你不會立包包的 你中國有這麼多人住 你這麼多需求 所以你的房子死出來 就連連升 所以我買你的內房債 是不會爆的 那現在爆了 就是這個問題 我不爆的時候 我混合美國債 去打包一些債券賣給別人 的時候 那我就很正 那不是雷曼債 但是問題就是 美國人就是 債王大利澳債 說我買你的債券是怎樣 但是發覺 你當地產爆包包 你不還錢 你這些恆大的債券 變回一仙 七仙 變回一幾仙 恆大你還要倒閉 那接著 每個人都知道 你恆大做假數 那接著恆大做假數 現在你不是說 恆大做假數 你將責任 去告訴迫科 推毀回會計私樓 罰他幾億 然後停牌半年 那每個人都知道 沒有理由 那間會計私樓 可以那個房地產 只不過平整地盤 就已經告訴他 是可以銷售 可以賣樓花 等於起好 或者確認他那個收入 收入 已經是等於當 你會計私就知道 未來收入已經入了帳 那究竟誰批給他做 那肯定說 根本就是習近平 下面的政治局常委 就批給這個 即側側身 就批給這個 許家印做 許家印 那接著會計私樓 看到你有批謀 我沒理由不承認 我不會去地盤去考察 那還考察了 這個是錯的 我去考察 不是 我去考察都不敢出聲 那 會計師是錯的 應該要請一次 所以當美國佬追數 追中國數的時候 劉鶴就分 劉鶴的副主席就沒得做 那七個個字 至少常委都起了身 那所以美國佬 沒有辦法不生氣 美國佬為何不打 金融打壓你政治 就是這樣 他們沒有錢玩 大佬 所以你就可以跟蕭蕭 所以你的說法 除了因為香港問題 香港問題只是一個trigger 只是一個催化劑 你搞到大家沒有錢賺 你又妒忌我 賺了你這麼多錢 然後 你又不幫我又不聽話 又不幫我又不聽話 這是一個原因 另一個原因就是國內經濟 沒錯 以前 大佬 大家一起賺錢 你先還錢 大佬 我借錢給你沒問題 內房債 全部都花了 那回頭 就是整個中國背後經濟的問題 中國背後的經濟就是 因為你的政策 就是內房不炒 住房不炒 住房不炒 OK 接著你就收緊 有一段時間收緊銀根 是 接著就發現 你們當中有很多貪污腐敗的情況 所以它要打壓 也都不幫你 埋賣尾 你爛尾就埋賣尾 整體的國內人對住房的信心 是完全崩潰了 一個骨牌的效應 沒有人買樓 又沒有錢蓋 然後那些爛尾樓出現了 你又不夠它 然後你問外資借了那些債務 你又不還給別人 這個惡性循環 沒錯 所以外資 外資就是買了你中國的股票 本來是長線投資的 就是逐季逐季撤走 一直壓住你的股市 香港就被帶動 所以都不關香港政府事實際上 但搞不定 但問題是 如果香港再這樣 你中國整個資金池就玩完了 其實中國就想辦法 今年年初就想辦法 但內房都可以叉開說一句 習近平這樣 為何要推著內房 不斷發展呢 就有人解釋過 因為他可以保住他的連任 因為可以保住中國的GDP增長 保住他的連任 當李克強保住他的連任 之後他就不要李克強 因為他都是背著 其實是過度中國發展 和房屋發展 但是如果大家看到 過度發展的封房 那個市場和賣地之後 就等於騙了市民的錢 騙了市民的錢 你們每個買些虧本的樓 但是地方呢 地方政府就很有錢 他做了很多基建 很多公路啊 高鐵啊 整個中國就變成 那個基建就搞到很完善 完善到全世界都沒有這麼完善的基建 這個就是習近平做了一個很漂亮的國家出來 但是現在就不行 但是你去到這個位 不行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那有一個說法的 就是說因為你其實他想 在這個公路那裏超車 是不是 整個國家裏面 他想經濟轉型 就是玩新質生產力 開始玩高增值的東西 要玩晶片啊 玩這個AI啊 高科技啊 但是你在地緣政治上也好 國際政治上也好 你和美國佬不friend的時候 人家不會給一些晶片 不會給一些半導體 不會給一些AI技術 你 好了 你又走來傾銷我 就是把那些電動車啊 那些電池等等的東西 所以那個經濟關係 這個是其中一個元素 再加上你中國政府 在那個政治政策上面 經濟學人有一篇文 我記得我看過 他有分析的 他就說 喂 下面的人 其實沒有人在現在的政治格局裏面 這樣say no 告訴你 是不行的 那就由得你 你搞了 而內地的投資者 也都不知道你的風向是怎樣 這個是指其一的原因 第二個原因 他解釋就是說 即使內地很多的人民 其實是儲了很多錢在那裡的 是啊 他那個儲蓄率 儲蓄率很高的 很高的 154米 儲蓄率越高的時候 即是說你有足夠能力 可以借錢給人 銀行 那他說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些人不肯消費 只要是見到你這個狼 就是剛才你說的狼 就是 骨牌 恆大 是吧 碧桂園 個個都不行 接著那個 貪污腐敗又嚴重 是吧 你又要打壓 接著他越打越死 做假數 所有東西都現出來 這個其實是解不了的 經濟學人是這樣說 初初 初初我都不 他就覺得你眼高手低 玩新生產力 你的投資者 你的官僚 再加上你的人民 或者你的消費者 全部都不知道你搞什麼 有沒有這樣的問題呢 沒有 沒有 你覺得沒有 本來我是認為有的 但是呢 發覺現在是沒有 為什麼呢 自從 很簡單 我們都想不明白 為何封城封了三年 亦都想不明白 為何這幾年 更加都不同 美國人談判 表面就和你談 過定期去見面 定期去談 但是任何事情都不答應你 但其實原來 背後有個計劃 如果我們有時間 回到深圳就知道 為什麼香港人 這麼喜歡回深圳呢 原來你發覺 在疫情這三年 無論你前海也好 深圳本市福田區 哪個區道 甚至乎走到很遠的深圳 深圳千六萬人住 但是很北的地方 每一個高鐵站上 高都有一個商場 每一個商場 都等於太古廣場 是很誇張的 那其實 你有沒有生意 你不要計深圳 不需要生意 因為很多香港人幫忙 不是不是不是 起了沒有生意 但是很有趣的地方 其實 你要明白居民的生活 建了房子之後 它真的可以 持續到 你說現在說 支持不了經濟 但是最終的經濟 是會做回 為什麼 因為它現在走到這一段 它就配合什麼去做呢 就是等到2025 總共有個計劃 就是我2025是做製造業 要領先美國